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全台气温奏降 基于外木山地区早上气温仅14度 体感更只有12度 但还是交付习成永民众的心情 尽管天气冷收收 但还是不少游客起个大早 看看四周的环境 不是一般室内的温水游泳池 而是室外的天然海水泳池 这群游客难道不冷吗 上面冷啊下面蛮温的 一年来360天了 虽然说习惯了 但暖身的动作不可少 根据气氧局的资料 23号早上7点 既然外木山气温只有14度 体感12度 气温低 但仍然交不习游客的热情 游的一游就是好几个小时 虽然气温骤降 但一天不游就觉得不自在 习惯了啊 由于海面下比海面上温暖 所以对陈永的民众来说 泡在水里反而是一种享受 但毕竟天气低温 还是得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再带你来看 吉永港是亚洲第二大游轮母港 除了游客外 船上的船员也是重要的观光来源 吉永市政府公布全国独创的 基永船员折夜推荐国外船员上岸后 到市区消费或观光的四款主要路线 还有机会抽到游轮抱枕等好流 每一个信封里面都有四张 然后有温暖之旅 然后有植青派 就是在地的一些比较是文青的店 比如说有书店 然后有咖啡店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加长的日用品的部分 家电也都有 然后这也是在我们在地的一些异国的美食 吉永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 手上展示的就是最新发行的基隆船员折夜 身处全国最大的游轮母港 除了游轮旅客 为数众多的船员也是吉永市重要的观光客员 吉永市政府因此独步全国 设计基隆船员折夜 透过四款主题路线 推荐船员上岸后 岸图索记畅游基隆 其实这个港口不只服务观光客 其实这个船员 游轮上面的船员也是我们大家庭的一部分 而且其实他们来到这个母港 他们一样要食衣住行 他们一样要消费 然后他们也一样会有这个短暂的一个休息 观光的一个时间 所以怎么样让他们认识基隆这个游轮母港 其实很重要 那包括他们可能也会到这个基隆这个地方去吃小吃 他们也会有许多生活用品的一个需求 那所以在这个折夜上面有观光的 有旅游的 有跟他们讲什么地方可以买家电 可以买这个生活用品 然后可以带回船上来做使用 其实这个跟我们在地的这个民众的一个生活 这种消费的形态其实是有紧密的一个连结跟关系 对于金融市政府发挥创意行销观光 以金融港为母港 船上目前约有500位船员 以菲律宾 马来西亚及印尼为大众的力行游轮探索 孟豪代表也非常认同 我相信是没有其他城市的话 是说专门有就是为这个船员的话 设计这样子一套的就是这么精美的 而且还有介绍的话 这个到底这个城市里面的话 有哪些值得去就是探索的这些这样子的一套的资料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非常精美的资料的话 除了是说真的能够让这些船员的话 在十一住行上面的话 都能够去体验到这个基隆的特色之外的话 我觉得他们也可以是说 收藏这个精美的这个所谓的 每一样的这个卡片的话 也是他们在就是说 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旅程里面的话 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色彩丰富的船员折业还常有小小巧思 游客只要透过折业上的观景窗 拍摄这四款主题路线的任何一个景点 并上传基隆旅游网脸书活动贴文留言区 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有机会抽中超夯的游轮抱枕等好礼 这里有一个这个 那我们就把它折开 可以把它打开 那打开以后呢 这干嘛呢 这个呢可以用这个视窗 来跟基隆的景点合照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巧思呢 然后如果来到这里的游客 用这个视窗跟在地的这个景点 来做合照之后呢 可以来上传到基隆旅游网的这个脸书 那来留言就可以参加抽奖的活动 基隆船员折业后续将铺陈在基隆市与北台湾各地旅游服务中心 松山机场及台铁高铁捷运站等地 邀请游客从船员的视角来感受基隆丰盛的过去与未来 在疫情趋缓下 游轮核实附航 连总统蔡英文也关切 基隆市长林友昌表示 业者的防疫计划已经由交通部转送到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将召开专家审查会议 相信游轮开放 之日可待 这是去年7月29号首次进行国内跳岛型的 例行游轮探索梦号 搭载1200位旅客返回基隆港的盛况 在疫情逐渐趋缓下 游轮核实附航不止国人关心 连总统蔡英文也表达关切 在我们的覆盖力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慢慢地来调整我们的边境管制 让这个跨境的人流就可以比较流通 那我们商务还是旅游的往来就可以开始了 我知道我们基隆人非常期待 哪一天游轮又会载到我们的基隆 让我们基隆又有更多更多的机会 来招待外来的旅游客 所以我们共同来期待 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的 拥有亚洲第二 及全国最大游轮母港的基隆市政务方面 日前因此主动向交部提出游轮复航的需求 游轮相关防疫计划也由交部转送CDC 由专家会议审议决定 我们现在跟这个游轮的业者 其实也准备好相关防疫的一个计划 也已经送到交通部 也已经转送到这个CDC 那据我了解是 现在这个就是等CDC召开专案的一个专家审查会议 那我想这一部分尊重CDC 他们专业上的一个判断跟决定 为了迎接游轮复航 立行游轮方面做了十足的防疫准备 首先是船上设置有各项防疫设施 还有安排船员接种疫苗及定期快塞 确认船上工作人员健康 基本上的话 船员他们必须要每七天都要做一次快塞 然后另外的话 当然旅客跟船员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还是有所谓的在疫苗的施打上面 都会有一些要求 另外对于搭船的旅客 立行游轮方面也有防疫规范 旅客的话呢 上船前的话 就是必须要是30天之内 不能够有所谓的出国时 也不能有被所谓的匡列 或者是说隔离的一个状况 就是不能够30天之内 也不能够有接触所谓的确诊者 那另外的话呢 对于旅客上船前的话 我们也会有一个机制 就是等于是说 如果就是有做这个所谓的筛检的部分 至于邮轮赴航骑程 宁耀昌乐观表示 指日可待 因为现在本土疫情都趋缓 而且这个也已经本土 已经很长的时间 是加龄 我想这个越来越成熟 而且疫苗施打的一个比例 也已经将近快八成 第一季 所以我想应该是指日可待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从5月12号起 预警性停航至今已经超过半年 立新邮轮探索梦号 能坚持留在基隆港 希望复航之日早日到来 让民众重温搭乘邮轮的喜悦 也让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邮轮市场 紧速恢复农景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农历10月15号是水关大地生日 基隆新安宫举办寒冬送暖晚会 除了邀请韩市饱餐一顿外 西安宫特别募集了18000片的尿布 送给创世基金会 农历10月15是水关大地圣诞日 西安宫举办了平安福宴 邀请了100多名韩市出席晚会 志工们准备佳肴 让韩市们饱餐一顿 疫情冲击各行各业 但西安宫爱心不间断 在得知创世基金会因为疫情影响 今年捐款短少 特别募集了18000多片的尿布 总经费10万多元 要捐给创世基金会 创世基金会 因为没有办法得到各方面的援助 而且发票数百万张都也没有收到 收入减少很多 所以因为正在我们圣诞晚会 来做寒冬送冷的一个活动 我们就选择创世基金会 来做一个捐赠的对象 因为疫情的影响这两年 其实各行各业其实都不太 都渐渐的在活络起来了 那希望就是他新安宫的这个抛砖引玉的活动 然后可以唤起大家就是对社福 还有社福团体需要帮助的这一块 包括市议员宋伟丽 庄敬盛及民进党金融市党部执行长施伟政都出席这一场平安宴 新安宫在这几年来经常性的由我们的刘主任委员经常性的举办一些公益的活动 那今天对我们的创世基金然后来到现场我们有一个正义的活动 那我想我们的所有的三官大帝 以及我们的所有的政神 大家都非常保佑我们这边的所有的委员 对于新安宫 他平常除了在于地方信仰中心以外 对于地方上面以及社会上面需要一些帮忙的 他们社会公寓做得不遗余力 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新安宫 包括我们的主任委员刘林中主任委员 还有副主委所有的委员们 跟所有的志工大力的帮忙 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捐赠这一批物资来给创世基金会 那也很高兴能够和新安宫一起 不管是做好事还是来信仰 我觉得新安宫都是我们在郑子聊三的一个信仰中心 新安宫是新建里安平里安民里三里的信仰中心 主神供奉三观大地信徒众多 平常热心工艺香火鼎盛 这一回岁末年中声援帮助创世基金会 善举在地方传为佳话 记者黄绍明记录报导 我想要月入百万赚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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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现在签下去你就是人生赢家啦 先醒吧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应征勾作时要确认证实性 以免求职不成反受害 金楼市政府关心您 没问题 我现在立刻发音没有给你 科技带来便利缴纳地价税 看我一直搞定 现在只要使用行动支付业者的APP 转到税单上的QR Code就能轻松完成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多元缴纳管道 也能让你轻松缴纳 线上缴纳一直通 在家搞定真轻松 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 真的很不容易 守护重要的家人 让我们助您一臂之力 基隆市政府协助就业弱势租群 提供各种协助 各区里办公处也定期举办真材活动 帮您找到合适的工作 维持一个家庭的工作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迈入第四届的美丽基隆影像甄选竞赛 入围名单公布了 今年首度限制参赛作品 长度为一分钟 考验参赛者的创意 及拍摄剪辑的功力 入围的20部作品让评审大为惊艳 有的影像唯美 有的剪辑方式变化十足 更有凸显戏剧张力的创作 让评审印象深刻 这支影片很有电影感 然后他从一开始到后面就很期待 很期待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一直到最后女生冲向一个平台的远方 那给一个人告白 一低头才知道原来基隆是那个男生的名字 所以有一个很让人会心一笑的一个剧情 第四件美丽基隆影片摄影创作比赛影片组入围名单公布 今年首度规定参赛作品影片长度限制为一分钟 考验参赛者在短短时间的叙事能力 创意与拍摄剪辑功力 称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视觉效果的评审李嘉怀就很支持这样的做法 除了提供奖金给参赛者鼓励之外 我认为基隆市政府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 就是将影片的规格定在一分钟以内 这个跟市面上的一些比赛有了市场的区隔 那一分钟的叙事能力和条件 会跟其他的片场有所不同 这除了是给参赛者的挑战以外 也可以发展更多创意的可能性 连伴世界的美丽基隆 已经成为影像创作者发挥才华的指标性平台 第二年担任评审的福尔摩沙国际电影节创办人 知名导演洪马克表示 今年参赛影片水准普遍提升 影像语言接近新媒体的风格同时又很有电影感 让几位评审在讨论入围名单时伤透脑筋 也强调入围就是得奖 一个很特别现象就是今年很多的创作者 他的影像语言慢慢越来越接近新媒体的一个叙事方式 但是同时又保有电影的那种说故事的一种味道 所以今年其实在整个创作的水准上 其实质感上都有大量的提升 那其中也不乏有很多很特别的作品 那所以今年在评审会议上 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讨论 就是每个评审都有不同的观点 所以大家都很用力的在交流 那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终于评选出最重的这份名单 美丽基隆影片及摄影创作比赛颁奖典礼 将在11月26号下午登场 影片组部分 首奖奖金12万 二奖6万元 三奖3万元 同时将选出三名优选及五名加作 还有人气奖三名 摄影组部分则选出基隆之美12名 优选5名及加作15名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陆维2021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之一的吴迪 基隆孩子 陪着毕业后坚持梦想 如今回校分享一路来的创作历程 鼓励学弟妹们一定要有斜杠的精神 不要放弃梦想 今年陆维金曲奖的吴迪学长 回到母校分享心路历程 从看见制作音乐人是那么快乐的那一刻起 他就知道自己要走的路 音乐创作难吗 其实不难 搬出吃粪的家伙 吴迪学长邀请愿意尝试的学弟妹 现场制作一段属于自己的音乐 要找到这一个loop之后 然后敲 敲出鼓出来 然后填上你的词跟曲 它就会是你的作品 YouTube有很多影片 你可以听到你喜欢听的东西 不用 不会被别人就是阻挡掉 所以我就希望现在就是高中生 就是 如果要玩表演艺术的话 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去网路上学习 不一定要找老师 除非说你真的很缺乏动力的话 就是还是要找老师 不管是Luffy R&B Trap 各式曲风的音乐 都可以搭上手指鼓 专属于你创作的音乐 就产生了 最容易让你有成就感的方式来做歌 因为你如果开头进去 你真的非常兴奋 想要玩这个乐器 那会对你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对 所以不要从C和弦开始刷起 就是从这种东西开始玩 你会走得最久 而且会最有饭玩 从简单的入手 才能打破隔离障碍 找到属于自己的音乐 进而开拓自己的天空 音乐人无敌一路走来 很感谢父母对他的支持 他自己也超努力 在舞蹈 演奏 都略射的情况下 可以养活自己 才能在创作的道路上 一路走下去 所以他鼓励学弟妹们 要有斜杠的精神 这样才能在自己 兴趣范围内 发光发热 可以透过一些很简单的操作 然后可以去 制作一些简单的beat 来就是垫在音乐底下 感谢学校有这样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有很多他分享说 他的同学 其实因为一些现实的打压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 这么的幸运 坚持他自己的梦想 我请他把他第一次的 创作的歌曲 编曲的歌曲 跟同学们分享 直到他最后很成熟的曲子 包括他现在 可以走上入围 陪德公家表演艺术科 目前有24位学生 校方安排不同领域的课程 让孩子们多方尝试 也因为人数少 几乎可以进行 一对一的教学 在不放弃梦想的情况下 孩子们努力学习 目前与幕后的工作 期待能在自己 喜欢的表演艺术领域中 展现自我 发挥正能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台湾梨卖好处多多 不仅装饰美观 同时也含有人体 所必须的九种必须胺基酸 蛋白质含量也高 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谷物更高 农委会将其加值运用 开发加工 其保健食品 成果丰硕 台湾梨 常见于原住民部落 以栽种 蕴含丰富营养 是部落重要的粮食作物 也因为离开花结果的鲜艳外观 常成为丰年纪时 不可或缺的配件 近年来也广受大众好评 因为其蛋白质是 稻米的两倍 膳食纤维更是地瓜的七倍 且含有人体所必须的 九种必须胺基酸 农委会也和相关单位合作 将台湾梨开发成加工食品与保健食品 农产品除了用原型的素材 当作我们的饮食的材料以外 农产品也可以透过一些 机能性成分的萃取 而达到一个保健的效果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的药剂中心的 旅总经理所带领的团队 跟我们的国会公司总经理 黄总经理的一个团队 我们过去几年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将台湾梨的这些机能性产品 的一个萃取 包括它的一些功效的验证 那也真正的开发出一个 非常具有高价的 一个保肝的一个保健产品 那这样的保健产品 其实无形中把我们的产品的价值 提升了数十倍 所以农委会的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除了提供我们的生鲜的食材 给我们的消费者以外 我们更希望说 透过农产品的生产 当作一个我们未来保健食品 甚至于我们的药 植物药的一个良好的素材 民众对梨的印象 大多是搭配米食 酿酒与食品添加 透过农委会补助药剂中心 陆续开八具竞争力 且独特的机能保健产品 并稳定生产模式 与建立原料规格 行销国内外市场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现在的家庭生活忙碌 家庭中的每个角色 都有着自己的心声和压力 安徒生和莫扎特的创意剧场 所制作的原创家庭音乐剧 我的妈妈是Annie 演绎出许多 现代家庭的真实现况 夹在三代同堂家庭之中的 三明治夫妻 努力赚钱撑起家里所需 且背负着长者的照护 孩子的教养 家人沟通等问题压力 在一位外籍移工看护 加入这个家庭之后 引发一连串文化与相处上的冲突和矛盾 映照出每个人内心对家和爱的渴望 安徒生和莫扎特的创意剧场 又一出适合全家观赏的好剧 我的妈妈是Annie 以幽默风趣生活化的叙事 带出台湾多元议题 让人赞叹的内容 它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角色 Annie 那难得在舞台剧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个主题 在这一堂戏当中 让我们自己在这个壮年之际 特别有许多地方可以值得我们省思的 我们如何照顾老人 如何关心我们的孩子 如何经营我们的家庭 故事内容灵感源自于真实事件 是制作人林一军和孩子的睡前对话 孩子无心的一句 以后我家不要有Annie阿姨 因为我会陪伴自己的小孩 真实的烙印在身为母亲的林一军心里 重新思考亲子关系 及安排生活重心 也就诞生这处感动 美味母亲的音乐剧 这个故事探讨的就是 比如说这些外籍的看护工们来到台湾 我们如何与他们共同相处 然后甚至以及孩子家庭的一些需求 夫妻之间如何相互扶持 共同面对困难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面对的议题 音乐剧由郎祖云导演 以及音乐总监黄云寅老师 共同联手制作 欢迎你们一起进云剧场 来看一个崭新的演出形式 这首剧首演后 获得广大亲子观众及海内外专业人士的好评加持 已经累积数十场巡回演出 感动超过一千个家庭 是亚洲华语区观众都充满共鸣的故事 接下来11月27号28号会在云剧场台湾播映 有兴趣的民众可千万别再错过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